各位親愛的朋友 這裡是美國世界新聞網 朝風影碟節目 我們在 恢復以前我們做的那個酸菜 今天這個酸菜差不多也有三 將近快三個禮拜了 你知道因為 現在加州的天氣好冷哦 晚上真的好冷好冷 都快要到差不多幾度啊 都是快要到零度這麼冷了 那麼這個酸菜呢 也差不多有三個禮拜了 我現在蓋子一打開啊 真可惜啊 就是說不能夠聞到味道 只能看到這個情形 但是真的 香得不得了 我這一打開啊 整個屋子不到不超過十分鐘 整個屋子都是酸菜的香味 這完全天然的 一點就是 人工添加劑都沒有的 但是這個酸菜因為天氣太冷 天氣太冷 我們這個 要試這個酸菜的時候 我們一定要一件 這個完全沒有油的 乾淨的筷子 不可以有一點油 你手都不能進去的 你想不到有些細菌 一下子就發霉了 你看這個酸菜啊 是不是 這是酸菜的梗了 你看它這個汁 它這個汁已經不是像水一樣 有點濃稠濃稠的 就表示它裡面已經有酸的酵素在裡面了 你看 是不是啊 葉子呢已經變成什麼已經變成這種顏色了 是不是已經變成這種顏色了啊 但是我們要看 這個地方呢它還有白的部分 說實在真的要做到酸菜達到一個正啊百分之百的標準的時候 它是沒有這個白的部分 它通通變成黃褐色 那就是表示這個酸菜已經很酸了 對酸菜不酸吃起來也沒有什麼味道 這個酸菜到目前來看 你要注意看 它還有白的這個部分 它還要再泡幾天 為什麼呢 因為溫度影響酸化的這個時間 太冷了沒有辦法 我已經是把它放到廚房裡 可是到了我們家是 我們家人怕熱不怕冷 所以都沒有沒有開個暖氣啊 所以它這個溫度低 所以它酸化的時間比較慢 可以再放一段時間 再放一段時間 當你把這個酸菜拿起來看的時候 它都已經是有都是黃的了 已經沒有說白白的啊 像這個 這還有點白白的 這只達到差不多百分之八十的效果 還要放一段時間 讓這個地方都全部變成黃的 你知道真的做得好了 蓋子一打開 那個氣跑出來 然後這個整個哈 這菜的梗啊 全部是鮮豔的黃顏色 那真的是非常漂亮 我們要泡進去 把這個酸菜泡到 放這個水裡面壓一壓 你看沒有 你看它這個汁 它這個汁都已經很濃稠狀了 你看沒有 已經很濃稠狀了啊 不是像水一樣的 一下就低光了 你看看 這就是天然的這個酸化的酵素啊 很好的 我們再放一段時間 大概嘛我想再放 最晚最晚再放差不多一個禮拜 或者說十天吧 我們就以十天來看 大概這個酸菜就可以 可以啊 有很好的效果 到時候反正做 做得達到一個標準的時候 我們再跟各位親愛的朋友 再做一個報告啊 看看已經很香了 好香哦 好香哦 好香哦